按指示就繼續走 沿著指示來到 就看到唐津城 來到這裡這麼開陽就很容易找到 上去唐津城之前 就會看到這個 武行者專用的 風景的地方 嘩,去唐津城也不容易 要先走過這條這麼長的橋 好了,過完橋還未到 原來還要多走200m 好,經過隧道 沿著指示 就來到天守閣的下面 原來看上去 可惜了 應該過了花旗 這些似乎是紫棚花 如果是花旗來的時候就會很美 好,過去天守閣 好了,走了很多石級之後 終於來到唐津城了 這棵是附載一個名聖 紅之松原 還有其中一棵松樹 還有其中一棵松樹 唐津城裏面 二、三樓都不給拍照 四樓又有這些人物牌 上到唐津城的天守閣 五樓的位置 這邊是紅之松原 我當年來擋住封沙 保護的陸地 是日本的三大松原之一 二、三樓就不給拍照 不過也不錯 好看的 有些東西 這裡就是剛才來的時候 那條紅色橋 這個方向就是 剛剛看到可以散步跑步的地方 唐津城 似乎經歷了很多 幾多災難 多災多難 領珠也是換過很多角 有松平市 小粒原市 還有這個 倒樽 多到記不完 應該是沿街島 另一個貓島 原本都想去 不過現在就未必去 是 五樓 大小的大人 三百元 兩三百元 好嗎? 好嗎? 唐津城的沙灘很美 剛剛去膚子途中 也看到幾個很美的沙灘 好了,就是這樣走一個圈 好了,看到唐津狗 就是離開的地方 唐津城白色成身 和基路城有點像 不過規模當然差很遠 人們覺得它像一隻鶴 所以也可以把唐津城叫做武鶴城 附近有一條武鶴橋 可以看的,但未至於很失望 武鶴公園,像桃花 很可惜,不是花旗 很可惜它的二、三樓也不給我拍照 裡面記載了它的經濟和歷史 當時的經濟原來就是靠唐津銷 一些很漂亮的陶器 做紙葉,暴徑和採煤礦 來支撐了唐津的經濟 好,趕著回去鳥妻 先驚坐河回鳥妻 早點大叔 還沒做過的事 還沒做過的事 好,上車 好,趕著回來鳥妻 因為想看J-Lead球賽 鳥妻沙岩隊 橫濱FC 其實我不是足球迷 不過呢 一場來到鳥妻 碰巧他們有比賽 就順便看 因為最簡單 就不用傷我傷神 就有得看 我又沒有預訂票 不過應該有 好 對了,現在對面呢 那個就是鳥妻球場 又說5點半開場 幹嘛打完呢 真是奇怪 5點半打完 慘了,人都走了 沒得看 原來真的今天比賽 不過是鳥妻沙岩去作客 去橫濱 不是在沙岩這邊比賽 又沒得看 OK 或者落紅盤 好了 既然擺了烏龍 也沒辦法 將錯就錯 了解一下鳥妻這個地方 現在就去一個 大的商場那裡逛逛 FISPO 先看看 應該是附近一個 比較大型的商場 都很容易看到的 在車站出來 可能會被遮蓋 看看就在右邊那邊 就會見得到 不可能 FISPO裡面的超市 買肉呢 都很便宜的 其實 都是20多元 其實是港幣 400多元 可以在香港 買的 購買的 更衡 也不是 有些地方 可以購買的 購買的 購買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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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